哦 这一集的国会大县长 我们要来关注是抛出了 大新竹合并升格的林志坚呢 他昨天是在脸书的粉丝页Po文 强调说合并升格是打破了派系更声称 新竹县长杨文科才是最初提出要修法的人 更多的内容把时间交给佩萱 好 国际段长 我们今天请教是我们非诚太委员 问问什么议题呢 最近在这一周大家都在很热烈讨论 关于说大新竹合并升格第七株的问题 不过后来渐渐的开始 大家要沉下气来讨论其中的细节 那其实包含的是你们同党同志 林维州委员他也说到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些人口的下收门槛的话 是打开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因为还有很多的县市也认为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升格呢 而另外包含正人前委员也认为说 如果今天大新竹你要独缺苗栗的话 台中以北通都是都那苗栗怎么办 想不到昨天林志坚市长又发文了 他劈头就先说 他本来就知道蓝营一定会针对这些问题 来攻击抹黑他 而他也说关于修法的议题 明明是新竹县长杨文科自己先提出的 跟柯建明家的口径是一致的 委员你怎么看呢 我们分开中华民国的地方 这是什么 从来没有为了一个人 他的前途而去做地方上的修法 去把县市合并或者县市分开 从来没有这是第一个 难道林志坚他是全台湾全中华民国唯一 唯一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的人吗 我们再看之前几年我们针对几都的改制 那也都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让大家了解 然后最后大家达成共识 然后再修法 那都是经过相近十年的时间 那现在因为明年12月24号 林志坚就要卸职了 他两任的时间到了 就为了他要量身制作 为了他去变更那么大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如果说只有新竹县市合并 那从台北桃园新北桃园到新竹 通通之都 然后接着台中也是都 那请问为什么单独留下苗栗呢 我想这些事情不平则鸣 很多事情要从长细矣 政府国家的制度不是为林志坚一个人去设计 更不能为林志坚一个人去左右 我是觉得在权衡下来 林志坚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不能为了林志坚 因为他是柯建民的徒弟 柯建民是立法院民进党的总招 就可以胡作非为 真的是四个字叫胡作非为 我是觉得奉劝 这两位柯建民跟林志坚不要做地方自治史上的罪人 其实我们真的要沉下期来看 其实蓝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第一个先说这OK方向正确 但是从长计议也许在2026会是最好的讨论的时间点 或是实行的时间点 所以何来的抹黑或者是攻击之友 而另外我们想要问到的是到底潘朵拉盒子打开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我们听到的是包含前立委 民进党的前立委郭正亮他怎么说 他说是不是在第一任为什么蔡英文不推 在第二任此时此刻才要推 难道是因为林志坚之前一直盛传他去桃园选 结果发现桃园民调他一直起不来 好那没办法去桃园了 那入阁吗 入阁找不到位子给他 最后只好解套的方式就是变成大新竹合并升格 但委员上次你有分析给我们听听看 如果今天真的要做一些人口下收门槛等等的 潘朵拉盒子打开指的是哪些会有 因此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马上就会面临的好几个地方 你想想看彰化已经符合这个标准 云南云林跟这个 云家家 跟这个家家可不可以合并 然后屏东跟台东可不可以合并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如果说都我们的都增加了 最后就只剩下非都的那些他们的财政 他们的资金是要怎么来 所以我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小事 中华民国已经是世界上的奇迹了 那么小的块地有六都 然后你现在又把大部分的好的地方再把它变成都 那其他他们认为民意党认为不好的地方 难道就让他们从此在地球消失吗 我是觉得这个是应该要从长计议 我们要找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 大家到地方去倾听民意 看看这些人民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绝对总之绝对不能为了一个人 他的前途就把台湾这个民主统统把它打破 我是觉得这是反民主的 非常感谢委员保贵时间 谢谢委员谢谢 好您刚刚有听到其实包含是 为什么国土的重新划分要从长计议呢 因为这攸关到了资源分配 我们更不希望看到的是 有一些现在目前已经拉大的城乡差距 因为部分的县市要合并在深格 而变得以后城乡差距会更严重 因为所有的资源分配都握在这几都手中 无论是西都或是甚至有更多的都 都有可能因此而衍生这问题 也因此为什么林维州说 这叫做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 后续衍生的问题就会很多 而另外我们也要听到 其实包含的是苗栗县长 徐耀创在出席这个会议的时候 他也特别讲到了 林志坚为了要让自己解套 真的是年纪轻轻机关算尽 我们也不禁想问 如果真的大新竹合并之后 等于台中以北通通都是都 那苗栗县又就应该怎么办 无论如何国土化翻 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 他也必须要一个长时间的演进 恐怕不能只敢在2022为了一个人 而去做这么大的跟斗 主播 所以我们持续来关注 新竹市长林志坚 他就是抛出了一个大新竹合并 这样的观点引发了讨论 那么现在前立委孙大千 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表示说 林志坚他担任新竹市长将近8年的时间 早不喊合并晚不喊合并 偏偏要等到自己任期要到满了 才忽然想到了新竹县市应该要合并 那么林志坚在过去的这段期间 频频与桃源市产生一些连结 所以媒体其实普遍都预测真正的目的 是不是要为了替参选桃源市长来试试水温呢 难道现在是发现胜算不高 所以只好退回新竹市要谋求一个出路 准备做一位万年市长吗 那孙大千就说了 这个不是为了自己打算 谁会相信呢 好 所以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件事情 当然也引发外界的热议 我们也来查看声量的趋势 这个话题呢 在一个礼拜内就达到了15522笔的讨论 那么在民进党立员党团的总招 可建民回应说修法不难 可以赶上20229合一大选 网友关注度随之就开始提高了 8号的时候来到了讨论高峰6082笔 那么大新竹合并升格的议题 其实还有另一个热门的关键字 就是改名命名这个问题 那PTT就有乡民就开始发问啦 就说这新竹县市合并之后啊 到底要叫什么市呢 网友就开始发挥创意啦 有人就说就叫竹科市 有人说共玩市啊 米粉市 以及呢拥有股市圈护国神山之称的台积电市 或是护国市等等 但是也有人觉得用碟字好像比较好 叫做竹竹市或是新兴市 还有人表示你要就客家一点竹市 但是这样子比较省墨水 好